其實我認為香港電視鏡現在的女子女會這麼豐盡 主要因素是因為很多男性的選手都已經影響別人 所以跟其他國家去打電視 始終男生打電視可能性格 或者是玩意上都會被女生一起推動 很多人都認為女生打電視是一定信息過男生的 女子電視就是賣樣子之類沒有實力 事實上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但我們都看到我們跟男主角的分別在哪裡 我們可能在視野報紙上會細心一些 或者可能在一些細微的位置會做得細緻一些 打電視鏡的未必是一定的別人 有些人可能是為了夢想而出力 電視鏡不單單是一樣氣趣 現在可以發表成有競賽的成績 如果有機會在未來2020年的亞運 可以代表香港的運賽 當然會是一個很榮幸的事 從前來說 目標或者夢想可能只是打入慢慢的比賽 我們現在短期內的目標就是 成為全職的二競女子隊 長遠來說 我們是希望成為香港第一的女子隊 然後就可以代表香港 甚至可以出去其他不同國家的比賽 一個電視鏡選手 黃中期大概是17至24歲 那我就不應該為選手可以過的 因為反應會慢了 各種東西都會比年輕的會來得差 所以盡可能都在年輕的時候 追尋這個夢想 對香港來說 絕對是一個新的時事 因為從來都沒有一些電競的 原告在任何一個香港 政府舉辦的活動中出現過 今次這個節目 促進了香港的電競發展 因為眼見香港的電競發展 比起其他地區或者其他國家 來得遲鈍和慢 下星期接下來 會在日本的mini stage上 對手GTF 其實我們都很榮幸可以到上他們 我們卡龍E Sport 最有信心可以做一對面的 我們都會很有信心和盡全力 去打好任何一場比賽 我是Support的阿雪 我是中路的Mail 我是長路的Terry 我是Jungle的Bear 我是隊長的AD Sweetie 我們是TDN 我是KE的AD Boom 我是KE的Support爸爸 我是長路的Emson 我是上路LFS 我是中路的No.4 我是KKE的中路Dennis 我們是… 卡龍E Sport 卡龍E Sport 我們準備好了 加油吧 KIDD